加沙战事不断,250人死500伤 由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宣布 加沙在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250人丧生,500人受伤 乌克兰反习,摧毁一艘坦克登陆舰 乌克兰声称,在克里米亚展开空袭 并摧毁一艘俄罗斯坦克登陆舰 一名美国官员证实 美军在伊拉克展开空袭 目标是真主党及附属团体 且杀死多名武装分子 强大冬季风暴,中断美国多个州航班 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 为美国中西部上游地区带来威胁性的暴风雪 并导致航班中断 塞尔维亚大型示威,要求取消大选结果 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 要求取消该国上周大选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